歡迎收看房市關鍵報報 歡迎收看房市關鍵報報 我是李彥瑜 馬上來關心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就是 凹陷區 我們現在講的凹陷區是指房價凹陷區 根據同心圓理論 越靠近市中心的區域 地價房價越高 那麼就區分出蛋黃區和蛋白區 但是還是有些區域的房價 明顯比周邊都要低 目前在高雄就出現了這樣子的房價凹陷區 台積電設廠預定地 男子產業園區日前動土 利多消息帶動之下 男子產業園區周邊房價 短短一年就上揚22% 但根據實價登錄資料 臨近台積電廠區的左營蓮池潭生活圈 今年上半年房價卻來到 每平16.56萬元左右 比起去年跌了6% 創下近4年來的新低 在地房仲指出 蓮池潭風景區周邊的房價 不漲反跌 主要是因為交通比較不方便 加上當地新房子比較少 買老房子還要再多花一筆錢裝修 那麼交易量就會有限 也比較吸引不到首購族 不過高雄還有很多地方 受惠於台積電設廠 例如不少金店面的租金就變得相當驚人 根據高雄點臉書粉專 彙整最新實價登錄資料 2022年的高雄租金店王就在左營區 為博愛三路55號的德冠賓市 月租高達187萬元 另外新興區的寶雅新田店 左營區的全聯博愛新店 以及左營區的茶六高雄店 月租都在七位數的水準 全球區不動產情報室總監陳秉成分析 左營區巨蛋商圈本來就很熱門 加上台積電話題 電租水漲船高不意外 但是像這樣子的高價租金店面 後續情形還是要持續觀察 總體經濟疫情等等因素 今天的精選新聞首先來看到的 也是知名店面的消息 有網友在臉書社團 台北市士林北投區發文表示 士林夜市商圈的指標店面 摩曼頓士林一號店 預計於九月結束營業 不過確切原因還沒有公告 目前這個店面正在舉行出清特曼會 時間一直到九月底為止 同樣是民店走入歷史 還有新北市中和區的知名餐廳 古早傳說中和店傳出 將在八月底結束營業 吸引懷舊大師張哲生 特別造訪店家一趟 確認八月三十一號 就是業者的最後營業日 最近兩年古早傳說已經收掉了 北市內湖店以及新北新莊店 現在業者又要收掉最後一間中和店 讓很多老客戶都覺得很可惜 最後這一則新聞 有一名房東 將自己的店面無償租給自己的親妹妹 結果被檢舉必須要補報稅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房市專家邁促阿明最近發布影片指出 根據所得稅法 房東把房地產租給配偶 以及直系親屬以外的個人或法人 營業或執行業務 就算是無償出租也是要繳稅的 也就是說因為妹妹是旁系親屬 所以這位房東把店面無償租給妹妹做生意 還是得繳稅的 今天的買房賣房我想問有網友問到了 有車位的房子真的會比較容易脫手嗎? 這位網友說 他短時間不會有開車的需求 所以買房子不想買車位 但是朋友跟他說 這樣以後房子比較難脫手 真的是這樣嗎? 有網友說 沒有車位 房子以後要脫手 的確少掉很多錢在買主 但也有人認為還是要看地段 如果大眾運輸很方便 甚至是三鐵共購 那就未必 你對於這樣的問題還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房市資訊 也歡迎點擊底下資訊欄的連結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